失去的瞬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天空漂浮的雨 像你一样 自由 给我一个秘密 好美丽 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 看野火的气力 我不逃避 回头把你抱紧 拖开人群找你 我们总是太稳定 在爱情的重量 承受不了这点伤口 凉成了遗憾 让爱让爱笑过 再尽 最后失去你 眼泪交回我 交回我都是 这是最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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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 他又不认得我是谁啊 叶阿姨 你还认得我吗 我是阿爷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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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先回家再说吧 她kat上 啊 你怎么在这儿 李阿姨 她是小萌啊 不是她 你不认得她吗 不是 小萌才只有十岁 她不是小萌 她不是 妈 你看清楚啊 我真的是小萌 你是我的小萌吗 嗯 妈 走 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家 我的家 不在这儿吗 妈 你又忘了 你很久很久以前 就不住在这儿了 那我住哪里啊 这个等我以后再告诉你 我们现在先回家 好不好 阿燕 你也跟我们 一起回家吗 走吧 回家 Messiah 阿姨 想要说谢谢就不必了 对不起 今天要不是你 我不会那么快找到我妈妈 更不敢想象 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我只是不能让她 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妈妈 连我都没有认出来 却把你认出来了 也许是因为 她心里有愧疚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相信 我妈绝对不会是凶手 不管她是不是凶手 小梦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 我知道 你所有的隐忍和信念 都因为你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 如果她不是凶手 我更不能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你心里对我那道爱情的开关 最后永远都不要再打开了 我都相信 我刚才一切 我都听到不�ن iens 如果大家的开关 我都想出现 我都想在你身边 我都想在你身边 没有 我都想出现 我都想在你身边 私 阿姨 阿姨 没事了 妈 你走开 不要碰我 躺下休息吧 妈 躺下吧 好好看着她吧 下次未必这么幸运了 小梦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 如果她是凶手 我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原谅你 如果她不是凶手 我更不能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你心里对我那道爱情的开关 最好永远都不要再打开了 来 喝酒啊 小梦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妈 你要是觉得漂亮 我以后天天传给你看 好不好 妈 你今天一定要乖乖地待在家里 可不能像昨天那样再乱跑出去了 要不然我会担心你的 我知道了 我不会再出去了 我在家呀 等你回来 小梦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 你好长时间没这么打扮了 我今天约了面试 你要去找工作啊 我不能一直在家这么窝着吧 我总是得要出去工作的 你放心 现在开始我叶医生我一刻都不会离开 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 放心 去吧 妈 那你好好在家待着 我出去了 然后晚点回来陪你 花姐 今天就拜托你了 好 我走了 阿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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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吃早饭 这 阿妍 快去吃早饭 早饭很重要的 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来来来 快来 来呀 来 早饭是一定要吃的 来 快点 坐下坐下 来 来 我来帮你盛点粥 来 我来我来 好了好了 看看 这都是你爱吃的 油条酱菜 这么多 你怎么了 愣什么呀 看看这粥 合不合你口味 好吃 来 来 小光 我不在家的时候 夜思荣什么样子 她时好时坏 有时思绪混乱 与无伦次 有的时候 又好像是完全正常 说话也调理清楚 她今天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几乎觉得 她是完全正常的 对我的态度也是特别关心 我真的不愿意接受 她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远哥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真相 只能是在揣测 她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愧疚吧 也许她是真的关心你 也许吧 我们已经确立了建筑风格 将会以运动与健康为主题 打造一个全新的 大型现代化体育场馆 目前已经处于施工阶段 那个区域还没有规划吗 那一块是现代化运动区域 面积大概会在十五点六万平方米 会有五到十个不同的运动场馆 那个设计理念已经有了 有 是我亲自挑选的主题 每一个场馆都会有不同的建筑设计风格 我都加了童话元素 让体育馆不再处于牵管一面的形态 请放心 绝对保证了原创性 还有 设计图 我们已经在和设计公司讨论了 将于近日提交给各位 你好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我是项目部主管 丽莎 你好 我是周晓萌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是不是需要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不用了 你都是本事的名人了 所有的履历都在那摆着 不需要介绍了 是这样的 我从大一开始就主持少儿节目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主持人 但实际上我在电视台呢 也参与过一些节目的策划和制作 之前他们说推荐一个毕业生过来 可是并没有告诉我来面试的人是你 说实话 看到你 我很意外 你了解我们公司吗 我看过介绍 我们公司呢 主要做一些电视台外包综艺节目 现在主要想找一个条件合适的主持人 对不起啊 我可能现在不适合继续主持节目了 比起主持节目 我更想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但实际上 除了做节目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小萌 我很理解你的感受 可是依你现在的状态 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 暂时都不适合再做节目 而且我们公司的合作 很多都是和电视台的 还有公司的形象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很抱歉 帮不了你 谢谢您 打扰了 今后还要继续加油啊 我会的 谢谢您的鼓励 你 先走了啊 那我先走了 好 走了 好 阿言 看得出来 你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 可是年轻人盲目自信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你先出去吧 江叔叔 我这个人 对任何事情都很有信心 这一点很像你爸 永远全力以赴 不留余地 你爸爸当年就是这样打天下的 不过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凡事都讲究个规矩啊 我不会给我爸丢脸的 当然了 还要多靠叔伯们的照应 对了 我听说 叶医生恢复得不错 江叔叔对此事很上心啊 这是天意 这个时候恢复 不是刚刚好吗 是刚刚好 慈不带兵 善不长财 盛海集团这么多人 这么多资产 江叔叔您这么慈悲善良 还能带领盛海集团走这么远 真是不容易啊 你说的大慈大悲 我哪担当得起啊 我只不过是有点富人之人 还不是为了小萌吗 他是我们盛海的股东 我希望他妈妈能够早日恢复 他才能放下心理负担 快快乐乐地生活 对了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是脑神经方面的专家 我介绍你们认识 不用了 你也知道 上海医院的医疗水平 不比外面那些医院差 叶阿医正在稳定恢复当中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把该想起来的 不该想起来的 全都想起来 这我就放心了 我去忙了 适配 好吧 我去忙前里 姬 kry 老大 在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士您好 请问是来咨询早教课程的吗 对了 您家孩子多大呢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不不 我是刚才看到你们门外贴的招聘启示 过来应聘的 应聘啊 我说呢 看你这么年轻 也不像有孩子 应聘 来 先坐吧 好 应聘的话 对了 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这一行啊 有教育资格证吗 幼儿早教培训经验 销售业绩证明了 没有 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 不过 我以前是许广播主持的 经常和小朋友们打交道 您看 这些经验条件符合吗 你说的这些吧 也算有一点经验 可是他 我学东西很快 所以应该能很快上手 行 我们经理呢 也出去培训了 下午才能回来 你呢 先把这些传单发给路人 顺便推销一下我们的课程 看看能不能带几个客户过来咨询一下 要是能签个单呢 那就更好了 等经理回来啊 我也好帮你说说话 估计啊 也就差不多了 发传单 去哪儿啊 你就是那边那个商场里 这个点啊 带孩子逛商场的人特别多 你就去那儿试一试 估计能成 好 那我去试试吧 加油 您好 您需要吗 不要 不要 您好 请问您需要吗 不要 不要 您好 请问您需要吗 您好需要吗 不要 您看看吧 不要了 您好 儿童早教机构需要吗 您好 儿童早教机构 老婆 您需要吗 chap 您好 儿童早教机构 不要 不用 您好 您了解一下吧 您需要吗 不了 请 姐姐姐姐 我要 给我一张 姐姐 给我一张传单 谢谢啊 姐姐 给我一张传单 好 谢谢姐姐 谢谢 你要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来 给你 拿好啊 给你 来 谢谢 来 来 拿好啊 谢谢 您好 请问 这是您的孩子吗 对 这是我儿子 不知道 您对小孩的早教机构 有没有兴趣啊 我以前听说过这家 好像资质不错的 我正打算给我儿子 找一个靠谱的机构 让他上早教呢 是吗 那您看今天有没有时间 可以去我们机构了解一下 可以啊 哎 姑娘 看你这么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宝贝 你看 这姐姐 你认识吗 小萌姐姐 你是电视里会讲 很多很多故事的 小萌姐姐 你就是周小萌 难怪我看你眼熟呢 宝贝 我们走吧 不是 等一下 您刚才不是说 要求我们机构聊聊吗 我看就不必了 他们能雇佣你这样的人 我可不放心把我儿子 送到这种机构去救 俊卫妈妈 你先来我们早教机构看一下嘛 我 小萌 小萌 好久不见 我好想你啊 你怎么都不联系我们呀 阿七 过来 过来 小萌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呦 小萌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这儿啊 我们是不是来调赞助服装的嘛 台里推荐我做其他的节目 做嘉宾 是吗 是吗 太好了 子彤 你真棒 小萌 你在这儿是 做什么呢 我 小萌 你现在 不会是在做 发传单的工作吧 是 是啊 这是我的工作 你说什么 小萌 你在发传单吗 小萌 你一个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 现在又是盛海集团的董事 小萌 你这样做的话 被人家看到 会被人家以为你是炒作的 你要是有难处的话 你就跟我说嘛 我会帮你的呀 我没有做秀 阿七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家的情况 我没了工作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挣钱 养活我跟我妈 小萌 你有困难就跟我们说嘛 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 对不对 阿七 这样 我现在手头上呢 有很多活 要不要我介绍你过去啊 你放心 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会拒绝你的 子彤 谢谢你了 还是不用了 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 挺好的 我还有传单要发 你们先忙吧 我先走了 小萌 小萌脾气就这样 绝得很 走吧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走吧 你 你 你都发出去了 你不会是丢了吧 不是的 我是真的都发出去了 但是我没有拉到客人 抱歉啊 你以前 没做过这些工作吧 我也是刚刚大学毕业 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按道理说 传单都发出去了 应该会有几个客户 过来咨询一下啊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 只是 你真的 你真的 一个家长都没说动吗 我想 可能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吧 这个 刚毕业的学生嘛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这个我也能理解 也可能是 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 不太了解 要不 这样 你呢 先回家 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内容 我 明天再帮你约我们的主管见面 到时候啊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不用了 真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真的是 不适合这份工作 谢谢啊 启动的突袭 启动的甜蜜 曾经都是我们的共享秘密 生命的轨迹 因你泛起涟漪 曾为你 想把一切舍弃 可我改叹息 可我改叹息 还是很甜意 命运的场地 长出的缝隙 将我们的天地 冲向破碎之力 我改叹息 我该怎样 修建我的回忆 要把对你的爱 连同那些有过的开怀 统统掩盖 关起对你的依赖 不管有多么悲哀 不管是否无奈 只要证明我曾经存在 老板 你好 啊 我想要一份报纸 啊 好 把对你的眷恋 都敞开 将收获的伤害 化成对你的疼爱 随时能对你坦白 随时能哭出来 让我未来再一次为你 蒋泽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刚好路过这儿 你呢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儿 巧了 那一起走吧 你记不记得在体院的时候 我总是在校门口等你 可是我每次都惹你不开心 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 我当然记得了 不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在找工作 堂堂深海的股东 也需要在路边找工作 怎么 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当然不是 你知道我很欣赏你的独立和固执 可是你一个主持专业毕业的人 满大街找工作 好像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 这样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我知道 如果你要拒绝我的话 你就不用说了 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 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 也需要放松放松 就当我们互相彼此安慰啊 我想说的是 那边有家甜品店味道还不错 我们去那儿吧 好 走吧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啊 要是吃不完该多浪费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所以我每样都来了一份 快吃吧 那你应该先问问我才对啊 我更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得到答案 如果吃不完的话 可以打包带回家嘛 我当晚饭吃 这样可以了吧 我怎么办 粘了你最爱吃的柠檬派 阿炎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 我是你的阿炎啊 我当然知道你爱吃 吃吧 好吃 你也要吃 小萌 小萌 原来你最喜欢吃柠檬派啊 下次我就知道了 你最爱吃柠檬派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吃它吗 为什么 因为它的味道 是甜中带酸 不会太腻 也不会太淡 搭配刚刚好 我想要的生活也是这样 偶尔的甜蜜和酸色 都不要紧 只要它们放在一起 就正好 真是服了你了 吃个甜品 也能吃出人生哲理 太文艺了吧 人们总是喜欢 把给自己喜欢的东西找个理由 不能说我喜欢吃这个 是因为我害怕胖吧 对了 你最近一直在找工作 我总是要工作的呀 难道不做主持了 就不工作了吗 那找工作还顺利吗 我发现 我自己好像除了主持 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真的很没用 小萌 别这么说 你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而已 周叔叔过世时 不是给你们母女俩 留下了一部分上海的股份吗 你可以用这些钱做生意呀 我不想花周叔叔的钱 况且那些股份 都还处于冻结状态 我明白了 如果你需要找工作 我可以帮你介绍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不想再接受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帮助了 你看你这臭脾气 跟周远昭一模一样 那我只能祝你一切顺利了 阿颜怎么了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DK商业程的规划书 这是你爸负责的项目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要过去帮他 那你就是要放弃你手头上的项目了 我们的目的都一样 是为盛海做事 这个项目商业价值很高 而且已经快完成了 只差最后的招商和宣传了 我相信 如果你们父子联手 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那当然 阿颜 你是说同意我去DK项目组了 我没有理由拒绝啊 云南度假村的项目也在顺利进行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定能够两面兼顾的 没问题 你放心吧 而且如果你爸那边的工作模式很优秀的话 我也可以从你这里学习到嘛 蒋泽 祝你成功 谢谢你阿颜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 以后我约小萌出去 你就不要插手了 没什么事儿 就是公司那些事儿嘛 一见到你 我现在什么不好的心情都没有了 小萌 谢谢你啊 你就像一束阳光 一直能扫去我眼前的阴霾 你看 还说我文艺呢 你自己不也像个八流诗人 八流 为什么才八流啊 不然呢 你想要几流啊 你为什么一直扮这个 好傻 小萌 这两天在做什么 找工作 他没跟我提起过这事儿 颜哥 我们现在回家吗 去医院吧 好 小萌 上车吧 我把外卖袋 先放到后面箱 小萌 你怎么还不上车啊 对不起啊 小萌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 我只想让你 江泽 谢谢你 我是怕你伤心 所以才 爱得太沉 太容易让自己牺牲 太容易让自己撑 太容易不顾一切 满是身痕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 明知道这不是缘分 但是我还奋不顾身 李妈妈 你会一直做我的妈妈吗 当然 不仅你 我们福利院里所有的小朋友 都是李妈妈的孩子 那李妈妈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有啊 李妈妈不小心 把她弄丢了 李妈妈 你都不许找她 她找不到妈妈了 该多着急啊 李妈妈 你是怎么把她弄丢的 我 林逸 阿眼来了 我给天空买了份礼物 天空啊 这是周叔叔 韩周叔叔 你好周叔叔 谢谢周叔叔 天空 叫叔叔这辈份就乱了 你还是跟着小盲姐姐 叫我阿眼哥哥吧 阿眼哥哥 给 就一直想拿了 看看看看 哇 谢谢阿眼哥哥 我很喜欢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阿 我想所有的男孩子都应该会喜欢吧 李妈妈 我能到那边空地玩一会儿吗 可以 去玩去吧 李妈妈 你还没说你的孩子到底怎么丢的 我 我是胡说的 去玩去吧 到那边玩 这小孩 爱画画嘛 就很有想象力 他一脑子 就是奇思妙想 我 我们坐吧 来 林爷 您最近见过小盲吗 见 也没见过几次 他好像跟我说 他要去找工作 怎么了 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 我只是担心他 有很多事情他都不愿意告诉我 其实你心里挺在乎小盲的 只是你俩一见面 就不能好好面对彼此的内心 是这样吗 是 您说的没错 阿眼 你心里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怨恨小盲啊 别人 小盲的 痛不怨恨小盲 落入在你走后的空洞 我不作声临终的曾经 希望你偶尔去触碰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 总会有点深恶 爱情的宇宙 每一步世界里的毕落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说出我的告白 总会有点深恶 爱情的宇宙 给就算可爱的宇宙 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对你说 在不同的时刻 Please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heart Take by my soul Don't let me cry 让我一片悲哀 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 都给就此可爱的宇宙 Cause I love you 我只想对你说 在不同的时刻 Please take by my hear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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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yeah Oh Oh Caus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感谢观看